Hey, what's up? Get ready for a new episode.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制作这样的AI数字人新闻播报。 Welcome to TH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Bringing you the latest and the greatest in the world of technology and AI tools. Today, we shine the spotlight on an extraordinary YouTube channel, DaywayChat. 数字人新闻播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但我今天的案例,无论从语音的质量还是口型的匹配上,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学会它你就会比同行快一步。 OK,Let's get rolling! 首先,我们第一个需要使用的工具是Hagen AI。 这里大家不用担心,本期节目所有涉及的AI工具的链接,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当中。 进入Hagen AI的官网后,我们需要点击登录按钮。 这里,我直接选择用我的Google账号进行登录。 OK,接下来我们要找到StarWizAvatar。 Hagen AI为我们提供了100多种Avatar供我们来选择。 点开每一个头像后,可以预览到效果, 包括神态、声音、一些细微的动作等方面。 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要注意神态方面是否足够自然, 更接近真人就可以了。 声音部分,Hagen总的来说的话, 我认为AI的痕迹还是太过于明显了,并不是非常适合。 我们后期可以使用其他的工具来进行调节。 确定了人选以后,我们可以对人物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调整。 首先,可以对人物的景深进行调整。 半身、特写、圆圈式的景深。 其次,我们可以对人物的服装进行调整。 这里Hagen有个强大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对面部进行调整。 它这里面本身有一些其他的模板, 我们可以选择,甚至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面部照片, 实现AI换脸的功能。 但我认为这个功能总体来说, 呈现的效果并不是非常好。 当然,作为娱乐还是足够的。 调整完毕以后,我们可以点击保存按钮。 然后选择你修改过的那个头像, 点击Create Video。 进入这个页面以后, 我们需要将提前准备好的文稿粘贴到文字框内。 另外,我们需要将整个的背景颜色改一下。 这样是为了方便我们后期做剪辑的时候, 可以进行抠像的操作。 因为我们并不是付费用户, 所以我们目前只可以下载1080P的版本。 所以在清晰度上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里你只需要知道清晰度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至于付费的标准, 我会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说明。 下载完影片以后, 我们需要使用另一个AI工具, Microsoft Azure。 用Azure中的文本生成语音的功能, 来重新制作我们的声音部分。 首先我们需要进入Azure的官网, 点击登录按钮。 这里需要使用我们的Microsoft的账户。 由于我之前使用过Azure, 所以我的资源库当中已经包含了文字生成语音的功能, 不需要多余的设定了。 然后选中资源组, 然后再点击这个语音服务的分组。 接下来点击Speech Studio。 找到文字转语音的部分。 这里面的语音库给我们提供了免费试用的语音模板, 另外我们也可以定制自己的声音。 Microsoft Azure的语音生成功能, 目前绝对是领域内首屈一指的。 其实我们目前生活当中接触的很多AI配音的工具, 背后都是Microsoft Azure做的技术上的支持。 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中文的配音, 因为我们要制作的视频是一个英文的内容, 所以我们需要挑选一些英文的配音。 这里我们选择美式英语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里面挑选一个相对来说符合我们预期的语言风格。 Azure的强大之说在于它除了有更多的风格可以供我们选择之外, 而且每一个风格打开以后还可以选择语音的情绪, 比如说有兴奋,有愉快,还有新闻风格。 OK,简单的试听以后我们随便选择一个语音风格, 然后点击创建更多音频文件。 之后我们需要把之前准备的文字稿粘贴到输入框之内, 再选择一个符合我们预期的音效。 我们可以简单听一下这几种风格。 Join the Dewa Chat community today. Get ready to broaden your tech horizons. Have a tech-filled day. The vlogger behind this gem not only explains the mechanics behind these advanced tools.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OK,我们简单的挑选一下。 最终我们还是选择这一款愉悦风格, 进行保存和导出。 OK,接下来我们使用最后一款AI工具。 因为我们更换了声音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款工具可以让数字人的嘴形和语音文件能够进行相互的匹配。 那么这是一款在Github中发布的开源工具, Vive to Live。 首先我们需要点击右上角的连接按钮, 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需要点击step1中的播放按钮, 这里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完成以后我们要跳到注意这个位置, 上传自己的音频文件。 那么step2我们点击这个播放按钮, 等待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上传我们的视频文件。 成功以后我们选择step3, 同样是点击播放按钮, 然后上传我们的从Microsoft下载下来的音频文件。 音频文件上传成功以后, 那么第四步step4我们需要点击这个播放按钮, 它是来将我们的音频跟视频进行一个合成, 这里注意它的合成视频的一个上限是每段视频不超过一分钟, 如果你这个视频超过了一分钟, 它就需要分成若干个段落, 这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OK,最终我们的合成文件生成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下载。 那么这样一份重新合成过语音的数字人文件就下载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最后一步, 我们需要把这个视频文件放到我们的剪辑工具当中, 进行一个背景的添加。 当然首先我们需要去挑选一些适合新闻播报的背景, 这里面有很多素材网站可以供我们下载, 那么按照我的习惯, 我会从CAMMA用直接挑选一段较短的视频背景, 那么我们简单选取这两个视频背景, 然后进行下载。 视频已经齐全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正式的进入剪辑的过程。 我使用的是Femora, 因为它对新手来说相对简单一些, 我们一次将所有的素材导入, 那么我们需要将背景的文件放到轨道的下载, 将绿色背景的人物画面放到上载, 然后点击智能抠像就可以了。 OK,这样一个简单的AI智能新闻播报的视频就制作完毕了。 当然我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也添加了一些小的元素作为一个修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效果。 Welcome to TH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bringing you the latest and the greatest in the world of technology and AI tools. Today, we shine the spotlight on an extraordinary YouTube channel, DaywayChat. This channel's unique mission, to share valuable insights about the mos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AI tools. The vlogger behind this gem not only explains the mechanics behind these advanced tool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elping you make the most of these resources. This lively yet professional approach has won him a devoted following. Join the DaywayChat community today. Get ready to broaden your tech horizons. Have a tech-filled day. 整个流程下来,我有几点需要跟大家着重的去说明一下。 首先第一点,整个视频的制作, 我们主要运用了三款AI工具, 那么其中只有Higgen AI是需要收费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收费标准, 其实它的收费标准并不低, 大家可以看到免费的它只提供一个credit, 那么一个credit就相当于只可以生成一分钟的视频。 那么它48美元的这一版, 它是可以提供30个信用点, 而且每一段视频最长不超过5分钟。 那么它这个business版本的话, 144刀总共有60个信用点, 每个视频的时长增加到了20分钟上限。 另外需要注意, 如果你需要使用4K版本的分辨率的话, 那么就只能使用144刀的这个版本。 所以总的来说, 它的价格还是我认为还是比较贵的。 这是按年付费, 如果按月付费的话, 它整个会在这个基础上, 价格会提升20%左右。 它每一个账户都提供了一个credit, 相当于可以免费生成一个一分钟的视频。 那么我们可以去试用一下它具体的效果, 然后再决定是否去进行付费。 第二点, 我为什么没有制作从中文的新闻播报视频? 首先, 我使用的Hagen AI里面提供的Avatar 大部分都是欧美人的面孔, 它其中也有小部分亚洲人的面孔, 但是我综合比较下来, 发现亚洲人的面孔的整体制作的细腻度 并不如欧美的一些模板的细腻度高, 所以会一定程度影响成天的效果。 另外, 如果是让一个欧美的人去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的话, 那么这个视频看上去也会怪怪的很容易让人出戏。 另外, 中文的智能配音方面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为它可供选择的数量比较少, 而且大部分我认为制作比较好的配音, 其实很多营销号已经都在使用了, 我们一听见这个声音会感觉很熟悉, 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人感觉你这个视频是一个营销号, 从而感觉到厌烦,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Microsoft Azure的云定制功能, 合成自己的语言文件, 那么这样的话很一定程度的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第三点, 目前整体上来说, 这种AI数字人, 它的灵活程度, 还有情感的表达的细腻程度, 是远远达不到真人的标准的, 所以对于一部分视频创作者来说, 它更多的是解决一个创作效率的问题, 以及解决了一些人不愿意真人出镜的问题, 这其中的利弊需要我们自己去权衡, 而且真人出镜的话, 其实更容易建立我们的个人IP, 所以我认为真人出镜还是视频创作者最优的选择, 因为AI数字人, 它的差异化太小了, 很容易导致内容同质化很高, 相当于很容易造成内卷的现象, 当然我认为屏幕前的你, 可能已经想到了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毕竟人的想象力才是生产力的源泉, 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天赋,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评论区了解大家的想法和见解, 但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我的视频, 期待下次节目依然可以见面, OK, see you guys later, Bye